主席 蘇院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 这几天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不断暴增 而且分布在前台 但是政府却容然在维持清零 还是与病毒共存的两套策略之间摆当 虽然蔡政府抛出 重症求清零有效管控清症 这种非清零不共存的策略 甚至 蘇院长也抛出新台欧模式的策略 但是说穿的就是没有策略 如果说政府没有防疫策略 或是说防疫没有绩效 那么台湾只是老天的垂帘 没有疫情扩大 政府一定会反驳说 自从新冠疫情一开始发生 政府就一行一套完整的策略 才能把疫情控制住 甚至是全世界的第一名 这些话当然还是有人相信 但是苦中作乐 自我嘲讽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吧 只要看看政府拍胸部保证的高端疫苗 整批百道过期爆贵 就可以知道人民是用手臂来告诉政府 他们的信任度有多低 那么这么说来 政府过去那些防疫的策略 真的是防疫策略吗 看开过去那些美丽的名词 超前部署滚动式的调整 校正回归到最近的泪普塞归清零不共存 和新台湾模式 其实都是一种策略 那个策略就叫做slogan的策略 策略不是拿来打败病毒的 而是拿来赢得选战用的 为了赢得选战就不能被事后检讨 就必须把责任推给对手 因此必须模拟两可 这么解释都能交代 以免承担责任 蔡英文总统昨天召开防疫策略会议 县市所长中只要邀请桃源市长 跟高雄市长 却不邀请双北市长一起讨论 可见蔡政府把防疫会议 当成是选战会议 防疫不应该分蓝绿 但执政党在关键时刻 他只找自家人开会 排除非利盈的市长 这是哪门子的专业防疫 根本就是选战优先的政治会议吧 病毒不分蓝绿 防疫也不应该分蓝绿 让全民一起来做好防疫吧 以上